我想请教师傅 我听说鼻子和拳位 大家都要饱满 他人这个样子的相 就是没得顶辣 是吗? 其实是对的 我一向说你的面相 就是每个部位都要饱满 如果说气息来说 明润,黄,带一点红 这些是好的色素 饱满必定 你刚才说饱满 另外一个就是拳和鼻 两个是 鼻是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山 因为我喜欢看山 鼻是你中乐 你两拳是西乐 一个东乐 其实在这边 打黄来说 就决定你们中年的 整个运势掌权 因为你去到拳 已经是什么了? 四十六、四十七的位置 所以这些运势 你一定要好的 尤其是你的鼻是主理财 是 你发不发现有些有钱人 你说鼻是主财 是 鼻是否越大就越好呢? 是否大到成龙就真的好呢? 应该也不是 他是大 但问题是 他也要配那两个拳 你发不发觉 成龙那两个拳 尤其是 我记得他很早期那套 叫做什么? 醉拳 他专业弄两变 红各方的醉 很突出 他被两个拳 其实他是双倍 是 如果你好像成龙的鼻 就放在你那里 但是保持你现在现成的拳 那很奇怪 好像被人打倒了 那怎么样?师傅 一来是这样 二类呢 这个叫沽风毒耸 哦 就是你靠鼻 没有两拳去抗你 是 那你真是狼狼 只有狼狼的字 是 所以你见到一些有钱人 一些有权的人 他的鼻未必很大 但问题是 鼻和拳是相称的 是 是 相称的 你看起来很舒服 是 拳那方面 当然也不要说 打横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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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師傅 我想再请教 是 有 听过 有一个说法 就是 如果 鼻孔 很大 的人士 要小心 管束住 特别 如果 老公 做老婆 就要盯緊 他 因为他很懂得花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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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 鼻孔 所谓 你看到 插鼻 是 你看到 两个孔 这些人 通常是 大小 相反 如果 反过 你看到 你看不到 鼻孔 的话 反过 那些人就很顾客 哦 简单而言 就是这样 是 当然 港深一层 都未必 他大小 也要找到钱 他找不到钱 大小 那 那当然不可以 哦 那也是 他找到才花 找不到 怎么花 他找钱 靠什么呢 他找钱 靠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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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鼻 鼻也有几部分 有山根 有准头 有两边鼻翼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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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头 鼻头 鼻头 这个 当然 鼻头有肉 心肠无毒 你看看一个人 性格好不好 交不交朋友 你看看鼻头有肉 鼻头 这样也可以 除了这个 鼻头负责什么呢 就是存钱 哦 你赚钱 赚得多还是少 靠两个鼻型 是 有时候你见别人的鼻 是 感觉来的 它是很有气势 所以吸一口气 好像吸财 你两个鼻翼是很阔的 嗯 鼻翼有力 够阔 这些就是赚钱的 的鼻 可能呢 它找得来就使得去 可能鼻孔给你看到 是 那问题呢 它下面有没有门山 嗯 你小孩有没有去找一手 尾尾尾的鼻孔 当然有 现在就一定不好 现在是 这个疫症时间 你不要摸眼耳鼻那么多 是啊 那你摸一摸 你鼻孔下面有没有门山 嗯 如果你说鼻翼闊 那鼻孔露少少都不要紧 你有门山就可以了 是 那其实就是 找得来 洗得去 洗得去 它都会控制到的 如果有门山的话 是 那这样呢 你刚才说的 鼻孔露出来 是否真的大洗 洗得那么多 那当然呢 如果露了鼻孔出来 露了鼻孔出来 那鼻翼有薄的 有削的 那你 就像别人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三角鼻 嗯 那两边都不见 那鼻翼 然后那孔就突出 那些 那些 哦 哦 还加多一样东西 是 加多一样东西 就是你 两边 这些叫做什么呢 幽灵宠墓的位置 是 其实我们这一面 有四副 是 四副致思 就是说财富 是 财富的股 是 刚才说的鼻孔 如果太老 就会漏财 那加上 如果两个 这个 就是 幽灵宠墓 就是让你看 那个 眼眉尾上面 你所谓叫做幽灵宠墓 是 不要凹 哦 不要凹 如果你凹 加上鼻孔的老 我们叫做四副皆空 那么大 这些 臨老 就真是 真是难挨 这些就是这样 嗯 好 师傅 今天我想再问一下 其实鼻呢 在整容界来说 都是很热门的 部位之一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是的 没错 OK 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女士 鼻子 觉得 弄高一点 或者弄得 弄凸一点 看下去 整个轮廓就深了 轮廓一深 就是美女 对吗 其实我想问 一个女士 本身扁的 鼻子 然后她 透过一些 后天的方法 弄得她 又高又爽 其实有没有帮助 很简单 弄得好就好 弄得不好就不好 是 就是很简单 是 好像我刚才那样 之前有一集说 说你的鼻子 尽口对师兄 揚名于祖宗 所以有时候 你的鼻子 我见过 有些 就是明星 或者一些电视台的艺员 会弄整个鼻子 是的 如果鼻子高 相对对名气 是有帮助的 哦 相对有帮助 当然 你纯粹是弄得鼻子高 但是 那两拳 我就说 鼻子和拳子 要相等 相对 是 如果说女士 你问女士 鼻子 其实是主于她的呼功 是 如果鼻子高的话 她往往 就会找到一些 就是 很有趣的 她不是鼻子长 她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就会大大小小的 不是的 鼻子高 她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就会很肥的 哦 这样啊 而又肥子 是 好了 她弄高了鼻子 相对两拳 最好是拳 是 这样就会好 如果不是 就像我之前说的 纯粹鼻子高 鼻子大 两拳不大 的话 沽风独嵩 就不可造字 是 就是这种情况 OK 那我师傅 我想问一下 如果 例如这个拳位 嗯 我见 有很多时候 特别的一些 很有男人味的男士 她这里 可能有一些疤 有些疤 是吧 嗯 其实代表什么呢 等于是有破码 嗯 那 对她的面相来说 一定是不好的 那你留年部位 譬如说 左边46 右边47 你看看那些留年部位 通常这些 对那一年 会不会犯官非 是 还有会被人削权 因为是权 你这两个位置 哦 主宰呢 你 四十多岁 你应该有 假设有事业的话 要是你是老板 要是你有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如果你有疤痕 可能会被人削权 也不明白 是 刚刚说权的话 权 权最适宜 你高 有些肉地 向前生 是 某些部位 就是 譬如 向横人的人 通常是什么 有秀呢 不得罪 你不要得罪他 是 权横山的话 很多时候 会更具好 是 如果 权向下 有时 有权 但是 权度 变低了些 这些精力就不够 可能有头尾尾 拳最好在正中间向前沙 有少许肉包你 刚才你说有包痕 当然去到那部位 流年会有少许问题出立 OK 我想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继续跟杨宗余师傅 我们再请教一下面相乐 应该是人钟、嘴、下巴等位置 下一集再见杨宗余师傅 拜拜